哈囉大家好,我是葛思 歡迎大家收看,葛思怎麼種 本集會來談談關於蘿蔔的三件事 裡面包含種好蘿蔔的兩個重點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按讚訂閱留言 並打開小鈴鐺 好的,我們開始吧 話先說在前頭 我可沒有在抬槓 接下來這個15秒的故事能幫助各位記憶 蘿蔔先生跟高小姐結婚了 妻子冠夫姓叫做蘿蔔高 別人問蘿蔔先生幸福嗎? 他認了一下,說我不幸福啊 最後他們不到兩個月就分開了 雖然感覺有點無理頭 但剛才已經把三件事情都說完了 接下來再談談其中的細節 首先第一件事 要種好蘿蔔,需要做高溪 做高溪就是把土堆高 然後再把作物種在頂部 在多餘的地區 通常會採用這樣子的方式 以免淹水後作物被泡爛 再加上蘿蔔膨大的根部 是最終採收的部位 透過挖土做高溪的過程 預留充足的生長空間之外 翻鬆的土壤也能讓根部自由的向下發展 而不會受到堅硬的土層阻擋 根據品種的不同 需要的土壤深度也不同 一般而言 最好高度能達到20公分 確實會蠻累人的 當然想種蘿蔔不一定要做西 可以選擇種櫻桃蘿蔔 也就拇指大小 適合空間有限 或只能種盆栽的人嘗試喔 做完西就能播種了 一次播3至5顆種子 以免有突發狀況 因為一周內會發芽 這時再留一顆苗就好 接著葉子會持續的長出 看著一重一重的蘿蔔 其實蠻開心的 接著來聊關於蘿蔔的第二件事 蘿蔔就是蘿蔔糕裡面加的白蘿蔔 雖然跟胡蘿蔔長得像 但他們之間除了名字 其他實在沒什麼關係 另外想在陽台種胡蘿蔔盆栽的人 可以看這一部胡蘿蔔怎麼種的影片喔 最後第三件事 請注意採收市集 大部分蘿蔔40到60天就能採收了 有些需要80天以上 跟品種有關 越小根就能越快採收 前面有提到 蘿蔔是很怕淹水的 放著不管會增加爛根的風險 過完採收的話 纖維會變多也不好吃了 所以時間到了就拔來吃吧 最後幫各位總結一下 蘿蔔需要種在高溪 避免淹水還有粒根部的生長 雖然感覺跟胡蘿蔔很像 但蘿蔔跟胡蘿蔔沒關係 最後一點 不種後兩個月內 就差不多能拔蘿蔔了 別太晚採收啦 好的本集影片到這結束 遇到各位眾得愉快 感謝各位觀看 我是葛思 我們下期再會